2008年林志颖自称十年前被泰国公主相中 差点留在那边当了驸马 可当人们想要求证这件事的真假时 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线索 从宏极一时的亚洲小旋风到如今被批谎话连篇 出道30周年的林志颖到底做了些什么 退回到30多年前林志颖还一心惦记着他的赛车梦 他10岁就拿下了遥控车比赛的亚军 15岁自己动手改装了用打工的钱买来的第一辆车 虽然这时候的林志颖已经拍过三支广告了 林爸爸还是以年纪太小为由拒绝了三四家唱片公司 申来的橄榄枝 大多数星探都被劝退了 除了来自飞碟唱片的知名经纪人夏春勇 这家公司捧红了王杰小虎队蔡琴等八九十年代的重量级巨星 现在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林志颖 这一年林志颖17岁 林爸爸思索再三后也终于松了口 儿童希望成为职业赛车手的少年到红遍全国的青春偶像 林志颖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出道第一年林志颖就出了三张专辑 17岁的雨季让林志颖成了出道季巅峰的神话 今年夏天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也都快智人口 没多久林志颖从华岗一校毕业正当红的她 成了这所明星培训学校最好的招牌 两年后唱片公司不再满足于林志颖在本土市场取得的成功 决定趁着香港乐坛那边谈章争霸刚刚落幕 四大天王刚刚成型的空档 把如日中天的林志颖给推过去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九十年代初四大天王开演唱会都要避着点王杰 而王杰正是林志颖同一家唱片公司的师兄 作为师弟林志颖闯荡港鱼圈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 她出到香港就在红堪体育馆连开四场演唱会 参加长寿综艺欢乐经销录制 节目门票直接被炒到五百元一张 这还不算完 林志颖很快唱而优则演 当时无力投喜剧电影在港台地区盛行 导演朱延平相中了林志颖、徐若轩、张振月 鼓刀出来的旋风小子不但叫好又叫做 连不到五岁的郝绍文和士小龙都一炮而红 作为第一男主的林志颖 名气自然是更上一个台阶了 朱延平马不停蹄又找林志颖来拍《校园赶死队》 这一次和她搭档的就是后来的紫薇哥哥林心如 刚好二十岁的林志颖坠入了爱河 沦陷在林心如的酒窝中 两人的地下情就这样谈了几年 直到林志颖入伍不意 入伍前林志颖举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别演唱会 歌迷痛哭流涕 场面宛如生离死别 然而市场是无情的 粉丝是容易变心的 退伍之后 怀抱满心期待归来的林志颖受到了冷遇 她想通过一首《男人是很好骗的》 转变成熟男风格 却没有得到昔日粉丝的肯定 备受打击的林志颖 重新回到儿时的赛车之路上 虽然成绩不错 但一场事故也得走了她右脚掌上的三根骨头 更要命的是 就在后来林志颖自称被泰国公主看上的1998年 女朋友林心如凭借环珠格格大红大紫和苏友鹏的绯闻 也沉销直上 更是伤透了林志颖的心 接下来几年里 林志颖虽然还能在娱乐圈占有一席之地 但她的演艺事业简直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 2007年台偶剧鼎盛期的尾巴上 已经出道十多年的林志颖凭借放羊的星星再度翻红 开跑车的霸总仲天奇又帮她收割了一波新生代粉丝 基本上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林志颖沉溺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事件里不可自拔 她先是自曝当年在泰国皇室宴会上献唱 收到了泰国公主的表白 但自己婉拒了20岁公主的美意 可是吃瓜群众求证这件事的真假时 除了她为泰国公主下跪献上自己的唱片作为礼物之外 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泰国皇室人员想招她为驸马的报道 紧接着第二年一份林志颖简历震撼奥巴马的小道消息 传遍了整个互联网 一时之间大街小巷都在热烈讨论着林志颖的天才人设 到这里其实还都算可以接受 明星嘛总要找些噱头来包装自己的 不然怎么红呢 可事实上林志颖第三次翻红是靠啃晓 2013年开始 儿子Kimi通过爸爸去哪儿 帮助老爸林志颖的事业大回血 出道已经超过20年的林志颖 结了婚当了爸爸 这还是一张鲜嫩的娃娃脸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纷纷开始叫她不老男神 大家只是嘴上说说 林志颖却当真了 她发了一条动态 叫粉丝不要再追问她 如何保养才能逆生长 还说自己已经组建了一个生物科技团队 专门研究自己为什么能够动灵 这熟悉的味道 一看就知道要开始卖货了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 一套标价1080元的胶原蛋白产品 就打着林志颖研发的旗号上市了 借着真人秀红利漆 以及偶像情怀滤镜 这么明显的智商税产品 居然还卖出了近400万的销售额 热衷打假的方舟子 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把指向寒寒的矛头掉转过来 对准了林志颖 官方下场之后 正是林志颖口中的顶尖生物研发团队 价格不存在 所谓的胶原蛋白也只是普通的葡萄糖 一瓶的成本不超过4块钱 这时候林志颖的哥哥为了袒护弟弟 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一人不红靠什么吃饭 广告才是真正收入的来源 没头没墙也没犯法 也不是非法所得 为何就他不可以呢 能把撒谎圈前解释的这么轻型脱俗 然而林志颖被踢爆的谎言 还不止这一个 林志颖有多爱撒谎 卖三无保养品被踢爆才过去两年 林志颖就在社交平台上 秀出和超跑的合影 说自己抽空出来溜溜车 结果很快就有网友站出来 打打他的脸 啪啪作响 他图片中的那辆超跑 背包是全台仅有一辆的Ansel 并且所有者另有其人 也就是说那根本不是林志颖的车 仅仅过了四天 林志颖又晒出和传奇赛车手 舒马赫同框的杂志封面 说从小看着对方的比赛长大 没想到有一天能和偶像一起合作拍摄 赤裸裸的谎言再次被戳穿 真正在那期杂志上和舒马赫合影的 是美国女星安妮海瑟威 林志颖居然堂而皇之 把自己劈了上去 还光明正大 拿出来标榜自己 这是当网友是傻子吗 接二连三造假被发现之后 林志颖却依然执着于虚荣造假 2011年 林志颖自称早一步就用上了iPhone 5 还煞有介事地评价了一番 并且发到网上 引发了17万人次转发 然而苹果官方一点面子都不给 也不屑于配合林志颖的炒作 直接跳出来说他拿的只是模型机 2012年 台湾地区遭遇台风 林志颖也不忘把新闻中被水淹的豪车图片保存下来 然后发到社交平台上 一边卖惨 一边反尔赛 论庄这件事 林志颖真是娱乐圈第一人 如果说以上这些种种 最多只是让林志颖从少年偶像 变成不受待见的中年谎话经 那么发生在2013年这起盗图事件 则让林志颖实实在在地吃了官司 那时候林志颖为了庆祝粉丝数量达到2100万 晒出光头肌肉男照片说是自己 当然这张照片也是批的 四年之后 原照的摄影师告赢了林志颖 林志颖被判赔30万 在法律面前他再也不能伪装 不但没有上诉 还在社交平台上公开道歉 你以为林志颖从此改过自新了吗 并没有 2016年他自称受邀到法拉利总部参观 言语之间满是得意 可后来网友去了当地才发现 林志颖口中的法拉利总部 只是一个法拉利博物馆 花15欧元买张门票 就能进去自拍300张 法拉利官方账号也发表声明 感谢林志颖参观他们的工厂和博物馆 证实了网友们所言不虚 而林志颖才是扯谎的那个 初到30年以来 林志颖有个辉煌跌落神坛之后 他的业务能力开始备受质疑 但是他似乎并没有花太多心思 在提升自己的实力上 而是用一个又一个谎言 消耗着人们对他的喜爱 撒起谎来面不改色 心不跳 道德底线不高 为了赚钱负责手段 这是某乎上关于如何评价 林志颖这个人话题底下的一个高赞回复 没有人要求偶像一定要完美 比起完美 人们更想看到的是真诚 出道30年后的林志颖 似乎还没看到这一层